为了延续客庄十二大节庆 客股明星古王争霸站的活动热度 还有提高花莲中南区活动能见度 新政府去年就新增办理了客股明星光雕秀活动 今年不受疫情影响 延续办理2021客股明星光彩芭拉庄的活动 也举办12T次客庄小旅行 有效来推广花莲在地特色的客庄观光旅游活动 为了延续客庄十二大节庆 客股明星古王争霸站活动热度 以及提高花莲中南区活动的能见度 花莲県政府从去年新增办理 客股明星光雕秀活动 今年不受疫情的影响 延续办理2021年客股明星光彩拔宅庄活动 我们就在这个庙前广场用水舞的方式 非常热闹的方式 那也让我们的来这边欣赏的客人 可以就近欣赏到客庄的风情 以及这边城隍庙的一个信仰 来这边祈福拜拜 又可以到花东重谷最漂亮的秋天的季节来玩 取办12T次的客庄小旅行 有效推广花莲在地特色的客庄观光旅游活动 现场并有假日市集 有多样在地特色的商品 美食跟摊位 包含客家特色的亮染布文创商品 拔宰庄特有点心 植物金油等等 所以我们今年的特色就是在旅游 再加上客庄的特色 结合起来呈现给这个解封以后 大量到花东重谷来玩的游客来欣赏 2021年客股明星光彩拔宅庄活动 在不远保安宫第一次加入路上水舞展演的元素 活动从10月9号到10月31号为止 在每周六日的晚上5点到7点 而且是每半小时一场 每天有5个场次 同时段还有假日市集 以及其他的精彩表演 以灯光艺术布置保安宫环境 让每一位丽临的游客 都能够感受到保安宫焕然一新的风情 记者高双双 瑞雪香采访报道